20世纪70年代 美国纽约迎来一年一度的新年夜 城市中央的大陆酒店内挤满庆吐节日的人群 他们在灯红酒绿间肆意扭动身体 发现压抑的欲望 而在酒店正下方的地铁站 两个面色狠辣的男人正默默等待着什么 很快地铁驶来 可他们却没有随人朝上车 反而等列车离去后跳进轨道 熟练的抬起梯子向上爬去 二人早已准备好一根铁链 打通层层地板 连接上方的保险库大门 显然他们要做一件疯狂之事 抢劫大陆酒店 此刻已临近午夜 酒店内的人群一口同声地开始倒计时 两个男人等得正是这一刻 他们将爪钩放进隧道 借助地铁的速度成功拽开大门 巨响则被烟花声与欢呼声掩盖 二人悄无声息地溜进保险库 在最深处找到一个盒子 然而正当长发男发愣时 身口突然传来武器上膛声 只见同伴举起围冲 要来一场黑吃黑 这突如其来的背叛 让长发男怒不可遏 他故意示弱 而后猛的八枪将同伴击倒 却不料围冲走火射向天花板 密集的子弹眨眼见夺去数条人命 法安们见状齐猛赶来 正看到长发男抱着盒子准备离开 这下事情严重了 长发男清楚再待下去必死无疑 他强先一步打烂灭火器 借助烟雾跳进下方坑洞 在大陆酒店内展开屠杀 长发男边打边逃 纵身一跃跳出窗户 有惊无险地掉在下方纸箱队里 这时一个女人驾驶第一次冲来 将追杀的保安撞飞 等长发男坐上后扬扛而去 消失在纽约街头 但这件事显然不可能就此平息 痕迹许久的杀手线 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不影大案局 急速追杀系列 如今已经是风靡全球的动作电影 而它的衍生剧 也在不久前正式上映 那就让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翻阅动作区 零四五号大案的第一期 大陆酒店一 就在纽约杀手界动荡的同时 文斯顿正身处伦敦 和一名富豪侃侃而谈 眼下他还不是德高望重的 大陆酒店经理 只是一个油嘴滑舌的生意人 文斯顿忽悠人的方式十分独特 他不仅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 还勾搭上富豪妻子 二人合伙演戏成功骗到投资 当天夜里 文斯顿与富豪妻子来到酒店 深入探讨下一步行动 等机群结束 富豪妻子前去洗澡 文斯顿则趁机穿戴整齐 他忽然注意到屋内门窗 不知何时打开 心中顿时一惊 小心翼翼的探头观察 发现走廊内空无一人 然而还没等他将悬着的心放下 身后竟无声出现三名蒙面杀手 他们迅速上前准备合力将其制服 但文斯顿也不是等先之辈 以一敌三仍奋力反抗 混乱中一名宝杰推车走来 可他却拿出一根针管 显然也是杀手伪装 就在文斯顿打退三人准备逃离时 宝杰将麻醉剂精准注射进他的脖子 再配合着杀手的一击重拳 上一秒还龙惊狐猛的文斯顿 瞬间倒头便睡 等他再度醒来 已经飘扬过海抵达纽约 文斯顿被两名杀手掺着走向大陆酒店 还没进门 一个男人忽然从高空坠落 摔得血肉模糊 可其他人却对此见怪不怪 他们带着文斯顿走进电梯 一路来到顶层 终于见到纽约大陆酒店的经理 科马克 科马克心狠手辣 冷血无情 刚才正是他用家人相威胁 逼迫手下跳楼 只因对方没能保护好酒店内的重要物品 科马克之所以大费周章地绑来文斯顿 正是因为新年夜那场抢劫 原来 那晚杀出酒店的长发男是 文斯顿的亲哥哥弗兰吉 他抢走的 则是一台用来制造杀手界 通用货币的压币机 高卓自然不能接受 如此重要的事物流落在外 所以科马克便将文斯顿绑来 企图以此引出弗兰吉 不过他这次却失算了 文斯顿当即表示 自己和弗兰吉早已断了联系 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哪儿 也不想和这件事扯上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 科马克听完并没有为难文斯顿 反而让助手卡戎送他离开 但这个老狐狸显然不会就此放弃 二人刚走 他便命令手下暗中跟随 同时文斯顿也不像表现的那样铁石心肠 他与弗兰吉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既然清楚哥哥身陷险境 那就不能袖手旁观 当即决定拯救弗兰吉 就在温斯顿寻找线索的同时 一场黑痴黑症在进行 黑帮头目尤赞拿到武器后 命令手下控制三名枪贩子 他来到女人面前准备将其解决 却不料刚扣动扳机 手中冲锋枪突然炸糖 这声音如同信号 三人同时起身反击 眨眼间便将尤赞的手下全部解决 唯独留下他一条命 让其回去警告幕后之人 别再耍小聪明 识别的尤赞不敢多说一句话 带着被扎掉的手指挥溜溜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狼狈模样 被女警探达西尔清楚拍下 达西尔已经调查游赞多日 企图捣毁他身后的犯罪集团 这次他驾车一路为虽 发现游赞躲进大陆酒店 可达西尔并不清楚 大陆酒店的威名 向上级梅修汇报后 便打算跟上去 梅修听了大惊失色 急忙发动车子 在达西尔进酒店之前将他拦下 等来到小巷 达西尔劈头盖脸的指责梅修 妨碍自己行动 一番话说的梅修有口难言 他身为老警员 自然清楚大陆酒店意味着什么 却不敢向达西尔解释 只能警告他 无论如何都不要进去 但这句话有没有作用 就不得而知了 随着夜幕降临 温斯顿在一个废旧车厂 找到老朋友查理 两兄弟年幼时与他关系密切 所以温斯顿认为 查理知晓弗兰奇的下落 但查理已经有快半年没有见过弗兰奇 只知道他把支票寄给唐人机的一家拳馆 或许那儿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温斯顿听了当其决定动身 他必须赶在科马克之前找到弗兰奇 只有那样才有逃离的机会 查理看在往日情分上 将自己的爱车借给温斯顿 并附带一把手枪 离开前他千交代万嘱咐 每次停车一定要盖上车衣 不能让爱车受到半点损伤 温斯顿将这句话牢记心底 一脚油门赶往唐人街 他很快便找到拳馆 在将车衣盖上后 拉开门走了进去 紧接着一个女人应声出现 正是白天黑吃黑的枪贩子之一 小楼 但温斯顿并不清楚这件事 小楼见他是陌生面孔 顿时心生警觉 右手悄悄握上藏在门后的利刃 不过温斯顿并无恶意 他主动介绍身份 表示来此是为了寻找哥哥弗兰奇 却不料这句话让小楼脸色微变 当场就要将他赶走 更是直言 弗兰奇是个祸害 就在这时 屋内突然传来枪声 温斯顿趁机掏出武器 威胁小楼带自己进去 小楼只好无奈转身 他拉开地板 露出藏在下方的密室 这巧妙的设计 让温斯顿连连称赞 却因为分神 被小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夺过手枪 同时两个男人取枪瞄准 这下温斯顿彻底陷入被动 只好再度解释起来这里的原因 随着他自证身份 二人逐渐放松警惕 带着温斯顿来到武器库 黑人名叫米勒 是小楼的哥哥 另一人是他的搭档莱米亚 他们曾是弗兰奇的战友 有着过命的消息 退役后别无所长 只能利用关系贩卖枪支 在此期间 弗兰奇爱上一个女人 决定改过自新 但在半年前的一天 本营区拿货的弗兰奇突然消失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米勒只是听说 他躲进大陆酒店 为科马克效力 前谈间 莱米忽然提起 弗兰奇过去 经常在四母城附近晃悠 这句话让温斯顿灵光一闪 兄弟俩小时候就住在那里 他已经猜到弗兰奇的藏身处 眼看温斯顿准备动身 米勒特地送给他一把步枪 温斯顿没有推脱 因为他清楚 接下来必有一场苦战 可离开拳馆的温斯顿 不知道的是 暗处正有一双眼睛 注视着他 就在温斯顿前往自母城的同时 高卓裁决者将那晚 侥幸生还的弗兰奇同伴绑来 随着铁拳不断砸下 男人终于顶不住 承认自己收别人的钱 背叛弗兰奇 可他根本不知道 要偷的东西是什么 裁决者坚状 明白他已经没了利用价值 便命令手下将其解决 与此同时 心有不甘的达西尔 鼓起勇气走进大陆酒店 发现这里无比奢华 所有员工都配有手枪 还有人似有似无地观察着自己 这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达西尔压下恐惧 想要开一间房 却被前台告知已经定满 他心中的危机感逐渐浓郁 故作镇静转身离开 却不知道卡戎桥无声息地 出现在后方 显然达西尔已经被他盯上 此刻 温斯顿顺利来到自母城 他盖上车椅走进背弃剧院 发现第一排坐着一个长发之人 温斯顿以为那是弗兰奇 一边询问一边向前走去 可等来到身旁 却发现他只是个假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根绳索突然套出脖子 将他向上跳去 好在温斯顿下意识 抬起左手挡在前方 可他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设下陷阱的女人抽出离刃 当场准备将其解决 危机关头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正是消失许久的弗兰奇 女人则是他的妻子阿岩 弗兰奇认出温斯顿 急忙将他救下 却没放松警惕 抬手来了个全身检查 搞得温斯顿很是无奈 警告他 眼下科马克正全程搜捕 留在这里迟早出事 必须尽快离开 但弗兰奇并没有表态 而是带着温斯顿来到 存放压壁机的地方 提起自己受一个名为 尼罗的组织所顾 对方承诺 只要拿到压壁机 就会送二人逃走 并付上一笔巨款 正当弗兰奇解释时 远方突然传来一道爆炸声 科马克的手下已经找到 盖着车衣的汽车 轰开大门冲了进来 三人顿时全身戒备 弗兰奇明白 留下必死无疑 只能同意先行离开 下一刻 暴徒破门而入 却发现扑了个空 原来 温斯顿用一招瞒天过海 将车衣盖在另一辆车上 成功骗过他们 带着弗兰奇与阿盐逃出生天 不久后 卡隆将手下追丢的消息 汇报给科马克 科马克也明白 这些人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无奈决定 将此事外包给酒店里的专业人士 卡隆随即找到一对双子杀手 命令他们前去解决弗兰奇 就在二人动身的同时 达西尔发现 没修放在桌子上的一本档案 里面正是弗兰奇的详细信息 看着那一张张照片 达西尔脸上忽然浮现出痛苦之色 似乎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此刻 温斯顿三人已经返回废秀车场 查理决定找一辆车帮他们离开 温斯顿趁其询问 弗兰奇为什么要为科马克做事 因为他们的父亲 曾经就是因为解科马克的高利贷 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可弗兰奇却不愿解释这些 只强调自己有一个计划 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温斯顿 有时为了保护家人 必须要做不得已之事 然而兄弟俩不知道的是 查理手下已经将他们的行踪 汇报给科马克 二人刚坐进汽车 一个男人便鬼鬼祟祟的持枪走来 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时 阿延突然冲出 干脆利落地将其解决 但科马克的手下已经赶来 先此情景 温斯顿也顾不得其他 发动汽车迅速逃亡 双方在路上展开追逐 阿延端起步枪疯狂扫射 接连受割着性命 可行驶间 车胎却被打爆 汽车失控撞向一旁的垃圾堆 发生侧翻 后方暴徒们见状急忙冲来 举枪便是一阵扫射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温斯顿搀扶着弗兰奇 向楼顶逃去 那里停着一架 查理安排精英的直升机 但行动不便 三人很快就被追上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等解决完暴徒 三人抱着盒子来到天台 迅速朝直升机冲去 当可怕的双子杀手已经追来 他们一人举枪 一人观测 接连两发子弹 打上阿岩和驾驶员 好在驾驶员强忍疼痛 成功发动飞机 可紧接着一枪 又将油箱射穿 这一幕让弗兰奇明白 继续下去 几人都将被拘杀 他稍加思索 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 先语气沉重的向妻子道别 又嘱咐温斯顿 一定要照顾好阿岩 接着拿起盒子 立无反顾的跳下飞机 在温斯顿与阿岩绝望的目光中 弗兰奇站在天台 被双子杀手锁定 一枪爆头 温斯顿二人满脸悲痛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可他们也清楚 现在回去就是送死 让弗兰奇白白牺牲 只能强压痛苦 缓缓飞向远方 一切还未尘埃落定 科马克得意洋洋的命人 打开盒子 却发现里面放着一个猴子玩偶 竖起终止 赤裸裸的嘲讽他的无能 记得科马克勃然大怒 不惜一切也要找回压笔记 同时温斯顿扛着阿岩来到拳馆 对满脸震惊的米勒三人 提出唯一一个要求 书接上回 弗兰奇用命挡下双子杀手 成功让弟弟温斯顿和妻子阿岩 摆脱追杀 温斯顿安全后第一时间 寻回各个的遗物 并带着沉重的心情 与米勒一同对弗兰奇做最后的道别 等尸体火化后 温斯顿抱着骨灰坛返回拳馆 路上米勒告诉他 根据坊间传言 压笔记并不在箱子里 所以是弗兰奇笑到了最后 但这显然不算一个好消息 四人看着弗兰奇的骨灰坛一阵头大 因为既然科马克没有找到压笔记 势必会对弗兰奇身边人展开调查 不过眼下温斯顿正满心怒火 他不假思索地表示 要解决科马克 希望三人帮助自己 这可把米勒吓得不轻 毕竟解决科马克 就代表于整个大陆酒店开战 一旁的莱米更是劝温斯顿 把压笔记还给科马克 彻底了结这件事 可温斯顿根本不清楚压笔记藏在哪里 他只知道 现在和科马克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与其作与代币 不如主动出击 温斯顿说完也不再掩饰 展露出更大的野心 他不仅要解决科马克 还打算取而代之 到时米勒等人也会跟着鸡犬升天 而温斯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计划 是因为他曾在科马克手下 干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科马克的习性了如指掌 同时他不久前还骗来一大笔钱 足够武装一支军队 说话间 苏醒的阿炎走进拳馆 他脚步蹒跚 显然身体还未痊愈 在看到桌子上放的骨灰坛后 阿炎瞬间明白了一切 无尽的悲痛与愤怒涌入心间 他无法接受丈夫已经被火化的事实 眼看阿炎情绪失控 米勒三人急忙上前阻拦 却被一招一个全部放倒 温斯顿坚状还想解释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阿炎压在身下 盛怒的阿炎翻身用三角角锁住温斯顿的脖子 随着他力气越来越大 温斯顿只觉两眼发黑 呼吸困难 无奈之下 只好用拇指去按阿炎的伤疤 剧痛让阿炎解开束缚 但他仍无法原谅温斯顿自作主张的行为 一怒之下转身离去 温斯顿明白 对抗大陆酒店 还需要这位身受强悍的大嫂 必须想办法把他拉回团队 与此同时 女警探达希尔也已得知弗兰吉的死讯 他急忙赶到停时间想要查看尸体 却发现柜子里空空如也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达希尔敏锐觉察到不对 他找到验尸关助理一番言行逼问 得知弗兰吉的尸体 被两个住在唐人街的男人 看着绿色巴士带走 这二人自然就是温斯顿和米勒 但达希尔此刻还不清楚 他直接登门拜访上期梅修 用二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相威胁 让梅修帮忙调查那辆绿色巴士 另一边 颜面近视的科马克正坐在大陆酒店品尝美食 他已经焦头烂额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 但高卓显然不会放过他 随着一枚金币落在餐盘 裁决者应声出现 整座房屋的气氛瞬间凝固 他摘下面罩 露出一张让科马克永生难忘的面容 并顺势留下最后通牒 如果三天后还找不到压比基 科马克这个酒店经理也就干到头了 这下科马克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当即派出所有手下 搜寻弗兰吉出现过的每一处地点 绝地三尺也要找出压比基 就在整座纽约城鸡飞狗跳的同时 文斯顿等人躲在拳馆地下室 商议着如何对付科马克 如此凶险的行动单凭他们四个肯定不行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拉拢帮手 米勒率先想到神枪手吉恩 吉恩是他父亲的老友 曾在大陆酒店有一间房 如果能把他拉来 就能了解酒店的内部信息 话音未落 莱米又想到一人 包里区的老大梅奇 包里区类似丐帮 里面的成员都是些居无定所之人 梅奇势力庞大 并且一直和科马克不对付 只要能说服他 吉恩就正式拥有与科马克开战的资本 说干就干 文斯顿与米勒当即分头行动去拉援兵 如今吉恩虽然已经退休 却在城中做起疫情 手持狙击枪 猎杀那些心术不正的变态罪犯 在见到米勒的第一时间 吉恩便猜到他的目的 毕竟几个年轻人对抗大陆酒店的消息 早已传遍全城 吉恩毫不犹豫便点头加入 他面露凶光 咬牙切齿地表示 科马克必须死 显然 二人之间有这一段无法化解的仇恨 这让米勒有些喜出往外 没想到过程竟如此简单 但另一边的文斯顿就没这么顺利了 他按照指引走进一家破旧餐馆 毫不掩饰地告诉接待 自己来找梅奇 说完坐在一张爬满蟑螂的餐桌旁 不久后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来到文斯顿面前 表示自己就是梅奇 但文斯顿根本不信这番话 直接拿起餐刀狠狠刺入木桌 下一刻 餐馆内所有人同时起身举枪相向 局面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可即便如此 文斯顿仍面色如常 他环视四周 眼神扫过每一张面孔 忽然发现一个气质非凡的女人 顿时明白 那就是真正的梅奇 梅奇作为包里区的王 自然清楚最近纽约都发生了什么 他将文斯顿叫到天台 想好好聊聊 却不料文斯顿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开门见山 询问雇佣梅奇的帮派要多少钱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梅奇同样有自己的追求 他建立帮派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要让每个成员都拿回地物室的尊严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包里区才会日渐壮大 梅奇说着提出一个要求 他要先听文斯顿讲述自己的故事 再考虑是否提供帮助 文斯顿自然不肯对一个首次见面的人袒露心肥 但不说就无法完成此番前来的目标 就在他犹豫时 一名帮派成员俯在梅奇耳边低语 原来就在刚才 克马克的杀手找了过来 却因为大意被楼下埋伏的人偷袭解决 就连车都被顺走 不过梅奇明白 克马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急忙中断话题 命人送文斯顿从地下室离开 文斯顿尽管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 孤身一人的阿言回到废弃剧院 看着眼前熟悉的画面 不仅触景生情 心中再度涌现出对爱人的思念 可就在他伤感时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只见三名暴徒闯入剧院 四处寻找压壁机的下落 殊不知 他们炸开的是通往地狱的大门 不久后 一无所获的杀手们纷纷回到大陆酒店 克马克得知消息勃然大怒 只言如果自己完蛋 也一定会把他们都拖下水 这赤裸裸的威胁 让双子杀手心生不满 双方的雇佣关系 已经积极可危 在暴力区没有进展的温斯顿 想到曾帮助过自己的查理 来到废旧车厂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他顿时心生警惕 攥紧木棒小心翼翼的走进房车 忽然 一个男人嘶吼着冲了过来 温斯顿避开攻击 发现他是查理的手下 这才得知 车厂已经被暴徒们翻找一空 男人带着儿子藏在地板下 侥幸躲过一劫 可他也不清楚查理身处何地 在了解到温斯顿要与科马克开战后 男人二话没说便主动加入 当晚温斯顿带着搜集的情报回到拳馆 就在几人商议间 阿炎忽然如幽灵般走来 将弗兰奇亲手绘制的大陆酒店平面图 放到桌子上 而后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不过众人都清楚 他已经加入复仇的队伍 吉恩在看过平面图后指出 军械库就是大陆酒店的命脉 一旦开战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占领 但从外攻破难如登天 所以他们最好在酒店里找一个内应 这句话说起来轻描淡写 吉恩却清楚其中的困难 因为能住进大陆酒店的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不值得信任的反社会分子 另一种是被深度洗脑 不会背叛科马克的忠权 不过温斯顿认为 大陆酒店内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他们总会找到破绽 米勒同样赞同这一观点 他将此事交给温斯顿与吉恩 自己与阿炎去取一辆装满武器的汽车 二人很快来到停车场 米勒主发阿炎留在车里等待 自己则翻越围栏 成功发动汽车 却因为输错大门密码 迎来保安的注意 正当米勒矫尽脑汁 试图与保安中旋时 阿炎突然驾车撞破铁门 这简单粗暴的行为 让米勒很是无语 但眼下他也别无选择 只好一脚拥门 跟着他迅速离开 这边米勒二人 有惊无险的完成任务 那边温斯顿与吉恩 已经来到大陆酒店附近的楼上 借助望远镜观察情况 发现卡戎正坐在天台上 给夫妻写信 对他而言 父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这时一旁拉大提琴的男人走来 告诉卡戎 自己被一所一夜学院录取 二十多年好友 他希望卡戎能和自己 一起离开大陆酒店 毕竟外面花花世界 不去看看太过可惜 但卡戎却不假思索的摇头拒绝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国家 唯一的愿望 就是让父亲脱离苦海 而克马克曾向卡戎承诺 只要干得好 就会将他父亲接到酒店 所以卡戎才会死心塌地的 追随克马克 温斯顿与吉恩并不清楚 二人谈话的内容 却也有新的发现 吉恩告诉温斯顿 酒店内有个红色按钮 只要按下 所有人就能在酒店内展开杀戮 所以他们必须在红色按钮触发前 解决克马克 否则不可能挡下源源不断的报案 而想做到这一点 就要拉拢一个能接近克马克的人 卡戎显然是最佳选择 尽管策反他风险很高 但高风险的事 往往也有着高回报 不久后 卡戎来到邮局 收到父亲寄来的回信 接着习惯性走进一旁酒吧阅读 就在这时 和他关系不错的酒宝上前大话 要他起身来看一件礼物 卡戎刚离开 小楼便神不知鬼不觉的拿走信件 转手交给坐在车里的温斯顿 然而就在他回去的路上 忽然看到一个熊孩子 拿石头砸破拳管玻璃 小楼顿时火冒三丈 追着男孩一路狂奔 最终来到一家中餐馆门前 这时一个男人开门现身 他是当地地头蛇尼克 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就是为了赶走小楼 但小楼根本不吃这套 即便被打手围着仍不甘示弱 态度强硬的要求尼克赔偿 可他话还没说完 身后男人突然偷袭 拽着小楼让他狠狠撞在车上 这突如其来的疼痛 彻底点燃小楼的怒火 一场恶战正式打响 眼看小楼越战越勇 脸上无光的尼克 只好开枪结束这场闹剧 邀请他进屋谈判 但小楼仍寸步不让 强调拳馆是自己父亲打拳迎来的 谁也不能抢走 尼克意味深长的告诉他 这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小楼已经拦得和他废话 表明态度后起身扬场而去 小楼回到拳馆 发现温斯顿正对着 卡戎父亲的信件沉思 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于是和小楼一起登上 卡戎乘坐的公车 在收买司机后 二人将其余乘客全部赶走 卡戎在见到温斯顿的瞬间 便明白了一切 他没有反抗 任命般坐在位子上 不久后 公车驶入一间废弃厂房 温斯顿缓不来到卡戎身旁 先是安抚他惊慌的情绪 而后讲述起自己和弗兰吉过去经历 兄弟俩小时后 经常偷偷从科马克手里捞油水 有天东窗事发 科马克派人痛揍他们一顿 家人的尊严踩在脚下 却又把他们招进帮派 为自己所用 扎恩威病适的手段 让温斯顿对科马克无比敬畏 即便时至今日 他心中仍会浮现起难以抑制的恐惧 明白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科马克的阴影 温斯顿讲这个故事 是为了提醒卡戎 眼下科马克正在用相同的手段对付他 包括将他父亲接到大陆酒店 这个承诺 温斯顿希望卡戎能看清真相 不要等彻底被科马克掌控 才发现失去自我 与此同时 科马克将拉大提琴的男人叫到办公室 面色阴沉地命起演奏一首 名为忠诚的乐曲 男人并不清楚科马克心中所想 只当是离别献取 拉动琴弓 让悠扬的乐声充盈整座房屋 科马克似乎被音乐感染 闭上眼睛 陶醉其中 然而就在下一刻 他忽然举起高尔夫球杆 狠狠砸向男人脑袋 只听碰的一声 男人顿时鲜血似箭 失去意识 但即便如此 科马克仍没有停止 发疯般抡起球杆 不断砸下 直至将男人打得血肉模糊 圣机全无 但刚才还演奏乐曲的大提琴 也被彻底砸烂 很快 裁决者便得知 科马克在酒店闹出人命 可他却命令手下 不要声张 压下消息 因为他的目的 只有压壁机 等温斯顿与科马克展开厮杀 压壁机才有可能出现 就在裁决者 打着如意算盘的同时 温斯顿已经完成计划 将卡戎放在大陆酒店门前 卡戎心事重重的走进 科马克的办公室 赫然发现好有凄惨的尸体 他瞬间满心惊恐 不知所措 科马克冷漠的声音响起 告诉卡戎 这个人打算偷自己的东西 所以必须处死 而他也已经决定 将卡戎的父亲 接到大陆酒店 担任乐手 如果没有刚才的谈话 卡戎一定会感激涕铃 但温斯顿已经在他心里埋下种子 此时的卡戎心乱容麻 他鼓起勇气告诉科马克 温斯顿为了对付他 已经组建一个团队 还拉拢了自己 而卡戎之所以说出这件事 是为了在大陆酒店 获得晋升的机会 这让科马克无比满意 他亲宁的对卡戎表示赞赏 提起那大提琴手 想投走的就是卡戎 但现在 科马克已经感受到他的忠诚 也有了对抗温斯顿的底气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切还未尘埃落定 书期上回 如今集结完毕的主角团 正一遍遍模拟着 进攻军械库的行动 可越练他们心里越没底 毕竟除了温斯顿和吉恩 其他人连酒店内部 长什么样都不清楚 况且整个行动 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他们不知道卡戎是否会背叛科马克 也不知道梅奇是否会提供支援 对于这些询问 温斯顿只能给出一个 模棱两可的回答 这让米勒十分不满 你这么不靠谱 还要我们陪你去玩命 温斯顿听到这话也忍不住了 怒声告诉众人 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完全可以现在退出 反正无论如何 自己都会去解决科马克 说完便转身信信离去 就在温斯顿离开后不久 女警探达谢尔终于顺着线索来到拳馆 她表明身份 开门见山的告诉二人 自己来找温斯顿 小楼与莱米尚不清楚她的目的 便谎称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达谢尔也不废话 直接亮出腰间配枪 这让莱米认清局势 急忙离开 不过达谢尔也不想把局面搞得太僵 便拿出一张名片 希望小楼能联系自己 而尽管温斯顿发了一通脾气 众人还是决定继续按计划行事 吉恩伪装成灭属专家 来到一处楼房 用死老鼠吓坏住在里面的老妇人 让她同意暂时去外面住两天 吉恩拉开窗帘 大陆酒店的雄伟全貌映入眼帘 这便是她挑选这间房屋的原因 可以在此用狙击枪支援到每一层的同伴 正当主角团为大战做准备时 科马克也在绞尽脑制反击 他派卡戎带领双子杀手 找到那天的大巴斯基 一番逼问得知温斯顿的落脚点 可即便如此 大巴斯基仍难逃一死 卡戎脸上露出无法掩饰的悲伤 他心中颇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此刻离开同伴的温斯顿 正在一家废弃银行中焦急躲步 忽然发现梅奇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他同意给温斯顿五分钟时间说服自己 温斯顿也没有废话 告诉梅奇 自己年幼时家境贫寒 母亲为了钱 曾在银行向一个西装革履的员工下跪哀求 却只得到谩骂与羞辱 从那时起 温斯顿先终便立下誓言 要掀翻那些骑在劳苦大众头顶的人 而梅奇的手下都是饱受压迫的乞丐 所以他收购这座银行 送给梅奇 让这些人有一个容身之地 并为他们购买西服 只希望能得到帮助 夜幕降临 小楼在公共电话亭 拨通温斯顿所在酒店的电话 留言提醒他已经被警察盯上 话音未落 梅秀忽然找了过来 趾高气昂的询问小楼 却不料小楼不按常理出牌 竟直接动手 二人随即在电话亭打成一团 最终没羞不敌 昏死过去 小楼找到他的证件后 心中已惊 急忙前往酒店寻找温斯顿 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可温斯顿也不清楚 警察为什么调查自己 就在他思索间 双子杀手之一的汉斯 已经来到酒店 逼问前台都知 温斯顿的房间 二人破门而入 举枪便射 情急之下 温斯顿掀起桌板低档 达到一人后落荒而逃 小楼则缠上汉斯 却不料对方实力强劲 刚一交手便被打运过去 此时温斯顿已经来到酒店大堂 碰巧达西尔推门而入 二人擦肩而过 都注意到对方 达西尔只觉温斯顿莫名熟悉 事态性叫出他的名字 没想到真的是自己苦勋许久之人 然而这初见 却和想象中完全不同 达西尔直接拔枪 竟要逮捕温斯顿 这让温斯顿一直摸不着头脑 他举起双手缓缓转身 却不料杀手追了过来 温斯顿趁机躲向一旁 达西尔则与杀手展开对射 凭着受伤将他击毙 温斯顿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 突然被身后的汉斯偷袭 汉斯抬手将看热闹的前台射杀 而后压着温斯顿走出酒店 妹妹格莱特正在车里等待 这下温斯顿插翅难逃 只能被二人带往大陆酒店 他们刚离开 小楼便追了出来 他懊恼的回到拳馆 将温斯顿被抓的消息告诉众人 米勒他们听了对视一眼 明白进攻大陆酒店的行动 必须开始了 同时 昏迷的达西尔被梅修叫醒 他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又在杀手尸体上摸出一枚金币 梅修见状大惊 急忙警告达西尔 这件事一旦开始 就没有回头路了 可达西尔心意已决 当场将警官证交给梅修 不惜一切也要抓到温斯顿 他再度走进大陆酒店 向前台索要房间 眼看达西尔拿出金币 前台也没有多问 直接交给他一把钥匙 而在大陆酒店高层 温斯顿已经被带到科马克的办公室 科马克先是得意洋洋的连番嘲讽 而后狠声逼问他压臂气的下落 温斯顿自然不会老实交代 科马克也清楚这一点 便命令卡戎打开阳台门 两名保镖驾着温斯顿来到阳台 准备用行 但下一刻 破空之声突然响起 二人眨眼间便被爆头 原来 吉恩已经抵达准备好的房屋 端着狙击枪 开始第一步行动 科马克见识不妙 急忙按向办公桌下方的红色按钮 却发现毫无反应 用来防身的猎枪也不翼而飞 就在他慌乱间 忽然听到上唐声 科马克抬头 发现卡戎竟举一枪瞄准自己 他顿时火冒三丈 怒斥卡戎吃力爬外 但卡戎却毫不在意 威胁科马克 交出军械库的钥匙 这让科马克明白二人意图 拿起挂在脖子上的钥匙 一步步朝旁边走去 眼看他就要逃走 温斯顿急忙命令卡戎开枪 可卡戎从没干过这种事 一时间陷入犹豫 科马克趁机钻进密道 锁上铁门 叫骂着要让二人付出代价 但他不知道的是 针对酒店的进攻已经开始 前台发现有人被拖到一旁 抽出手枪上前查看 结果被躲在暗处的阿延控制 阿延和温斯顿等人的目的不同 他来就是要解决双子杀手 为爱人报仇 见前台不愿提供情报 阿延直接将其射杀 接着不顾米勒劝说 潜入酒店开始寻找 另一边的莱米则炸开酒店后门 解决保安后 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 温斯顿将科马克逃走的消息 告知大家 约定在军械库门外会合 就在他们进攻大陆酒店的同时 小楼独自一人留在拳馆 那砸玻璃的男孩忽然出现 告诉他 尼克来赶人了 小楼与男孩走出拳馆 正看到尼克带着手下 气势汹汹的围了过来 他已经得知 米勒等人前往大陆酒店 准备趁机占领拳馆 小楼尽管势单力薄 却寸步不让 表示拳馆是父亲 凭双手打下来的 谁也不能夺走 尼克听完 抬手借过一把手枪 告诉小楼 你父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 他生前其实是一名 为当权者办事的杀手 就连拳馆也是靠杀人抢来的 这把手枪就是他当年使用的武器 小楼将险将仪的借过手枪 赫然发现 上面刻着父亲的性命 一时间他大脑一片空白 只觉多年信仰在这一刻崩塌 尼克见状明白目的达成 回首示意手下行动 收到命令的众人一窝蜂涌进全馆 将里面所有物品全部砸烂 可小楼仍不为所动 他呆呆的看着那把手枪 脑海中幻想父亲屠杀的模样 心中无味杂陈 这时 神旁男孩掏出一个引爆器 小楼见状释怀一笑 明白即便父亲欺骗自己 也不能让他留下的东西被糟蹋 小楼拿过引爆器按下 剧烈的爆炸声随之响起 整座拳馆瞬间被烟尘吞没 小楼转过头 已是泪流满面 他强压痛苦 告别过去的回忆 与此同时 科马克已经通过密道走进控制室 他成功按下按钮 整座酒店瞬间洪光大作 所有杀手如同打了鸡血 变得无比亢奋 毕竟在大陆酒店内动手的吸汇可不多见 不仅如此 科马克还通过管道 将温斯顿等人的照片分发出去 又逐一敲响房门 提醒里面的杀手出来狩猎 米勒等人也意识到事情不对 纷纷寻找掩体 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势 温斯顿则通过鸿光判断出 科马克一定会去军械库拿武器 当即与卡戎前去阻拦 在这一片混乱中 莱米率先被人发现 他边打边退 来到控制室 却发现这里只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 莱米见状便放松警惕 可他显然忘了一点 能在大陆酒店工作的 会是等闲置辈吗 随着莱米接近 女人猛的触手偷袭 举起砍刀朝他杀来 慌乱间 莱米只好掏出斧头抵挡 二人交手几招后 女人转身看到桌子上的烟灰缸 奋力朝莱米丢去 莱米也向他抛出斧子 下一刻 二人同时中招 不同的是 莱米只是被砸晕 女人则被开膛破肚 拾去姓名 而爆发战斗的也并非莱米一人 米勒正在走廊中与杀手激战 尽管他枪法不俗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便落入下风 好在有吉恩外围侧应 成功摆脱危机 然而吉恩自己却遇到麻烦 就在他肆意狙杀敌人时 耳边忽然传来开门声 吉恩转身发现 那老妇人竟提前返回 好在问题不大 他将满心惊恐的老妇人 绑在沙发上 安抚一番后 拿起狙击枪继续杀戮 此刻温斯顿二人 已经来到军械库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 两边突然冲来大批杀手 只见科马克得意洋洋的出现 质问卡戎 是否因为那大提心手 而背叛自己 卡戎并没有回答 而是出言嘲讽 这让科马克恼羞成怒 决定将其解决 却不料温斯顿一声令下 半数杀手突然掉转枪口 指向科马克 原来梅奇的手下早已混入其中 其运人见状纷纷傻眼 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瞄准谁 科马克也明白自己落入下风 任命般拿着钥匙 走向军械库大门 可他仍不打算就此投降 在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 科马克挥拳将其砸断 而不熄灭灯光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顿时火光四射 惨叫声此起彼伏 等一切归于平静 卡戎战战兢兢的打开电灯 温斯顿也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卡戎看到地上有一道血迹 明白科马克附上逃走 眼下军械库彻底进不去了 温斯顿含怒改变计划 决定杀光酒店内的所有敌人 此时科马克已经逃进电梯 打运操作员独自向上逃去 温斯顿二人很快追来 他用力扒开铁门 竟发现电梯井里空空如也 卡戎则从虚弱的操作员口中得知 科马克去了13层 可这却让他一头雾水 因为酒店根本就没有13层 还没等二人续想 达西尔忽然举枪出现 他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 赶走卡戎后 揪着温斯顿窜进一旁房间 在这里 达西尔终于说出自己的身份 原来 他是当年被温斯顿两兄弟 烧死店主的小女儿 那场大火让达西尔家破人亡 眼睁睁看着亲人惨死 所以他才会不留余力的调查 弗兰吉与温斯顿 只为替自己的家人报仇 达西尔说着将汽油倒在温斯顿身上 决定用相同的方式将他解决 温斯顿尽管惊恐 却能理解达西尔的心情 眼看对方点燃火机 他不再辩解 告诉达西尔当年是自己放的火 说完便闭上双眼 准备以死谢罪 就在这时 一枚子弹突然精准命中达西尔 原来 喜恩从对讲机里听到二人的谈话 特地开枪拯救 温斯顿见状急忙挡在窗户前 示意达西尔不是敌人 又回来为他包扎上口 可眼下事情还没结束 温斯顿只好向达西尔保证 自己会让他了结恩怨 说完便举一枪走出房间 正遇到一名杀手在走廊大杀四方 那杀手似乎钢筋铁骨 硬吃三发子弹都没有停下脚步 眼看他就要将温斯顿斩杀 卡戎举着灭火器及时冲来 框框框将其彻底解决 先有余悉的二人躲进房间修整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科马克的声音突然响起 原来 13层是一个秘密控制室 监控着酒店的每一个角落 由科马克的心腹奥森负责 科马克通过广播 对温斯顿等人下达高额悬赏 眼下他已经不在乎压壁机 只想要温斯顿的向上人头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温斯顿的心情 毕竟双方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这时 卡戎提起自己之所以会提供帮助 是因为过去在酒店内 弗兰吉对他很是照顾 二人关系极为要好 弗兰吉还偷偷送过不少武器 让他有一天能摆脱科马克的掌控 这让温斯顿大喜过往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二人可以说是鸟枪宽炮 终于有了反抗之力 此刻整座大陆酒店已经乱成一锅粥 各处都在爆发战斗 但没齐的人显然不是双子杀手的对手 如割草般被他们肆意屠杀 躲在通风管道的阿炎刚好看到这一幕 复仇的火焰瞬间燃起 他跳进走廊 扎眼间解决三名杀手 而后找到正在屠杀的双子 将他们引向一旁 就在二人四处寻找时 阿炎手持冲锋枪出现在身后 双子没有反抗 怪怪跪下 阿炎露出身上的炸弹背心 他竟想与双子同归于尽 这时米勒举枪赶来 见此情景顿时大惊失色 劝阿炎不要冲动 却不料双子趁机出手 扭转局面 阿炎与米勒只好各自逃亡 双子健壮 随即分开追杀二人 米勒边打边退 来到地下休息室 躲在吧台后与汉斯等人展开对射 混乱中 下线许久的莱米终于苏醒 得知好友被困 他直接将一个炸药丢进管道 汉斯率先反应过来 一把将杀手拉到自己面前 却还是被冲击波阵飞 就在酒店内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 在外等候的罗尼终于黑进监控 还没等他庆祝 小楼带着男孩找来 他把父亲的手枪交给罗尼 又委托对方照顾男孩 接着关上车门决定加入战局 此刻汉斯已经苏醒 他拿起手雷拔掉安全栓 塞进管道朝控制室传去 米勒见装大惊失色 急忙用无线电通知莱米 可莱米却因为信号不好 没有听到 好在温斯多二人发现管道内的手雷 急忙大步朝控制室赶去 但终究是晚来一步 等毫无防备的莱米看到手雷 一切都迟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 米勒悲痛欲绝 疯狂朝汉斯扣动扳机 却发现子弹早已打空 他嘶吼着挥拳冲出 但根本不是汉斯的对手 没过几招便被一脚踹飞 就在汉斯即将解决米勒时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将他打退 原来是小楼赶来支援 兄妹俩对视一眼 决定联手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 二人疾风周语般的攻势让汉斯难以招架 很快便落入下风 被连续三脚踹飞出去 高傲的汉斯没想到自己会被打倒 他双眼射出杀意 不再轻敌 一手抓把碎玻璃 一手捡起捉球杆 带着十足的压迫感朝二人走去 在接近时突然洒出碎屑 让猝不及防的米勒吃痛后退 东西又朝小楼发动攻势 汉斯盛怒之下爆发全部实力 以一敌二仍占据上风 短短几招便将兄妹俩逼入绝境 随着他双手逐渐发力 小楼脸上布满绝望之色 微起关头 男孩竟出现在通风口 如救世主般将手枪丢给小楼 小楼稳稳接住 朝身后扣动扳机 用父亲的武器将汉斯解决 米勒看着那把手枪一时语色 不过小楼也清楚 危机仍未解除 所以并没有追问 另一边 文斯德二人冲进控制室 发现莱米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最终带着满枪不甘 失去性命 同伴的死让温斯顿彻底愤怒 他与卡戎一起将所有炸药塞进管道 一时间 整座酒店烟尘四起 大批杀手接连丧命 同时卡戎还意外发现 这里竟然有通向13层的管道 只不过已经被毁坏 这让二人为之一阵 看来科马克就躲在那里 可要怎么上去呢 卡戎忽然想起就算藏得再深 也要吃饭 厨房的升降机一定可以前往那里 二人急忙赶到厨房 温斯顿看着狭小的升降机 心里一阵发怵 但为了解决科马克 也过不得那么多 心一横和卡戎一起钻了进去 躲在密室的科马克通过监控 看着那遍地湿海 只觉焦头烂额 无比愤怒 他明白大势已去 胜利的天平正在倾斜 科马克将失败归咎于高桌袖手旁观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那就都别过了 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机器 眼中浮现出狠辣之色 那是科马克的最后底牌 酒店的四毁装置 需要他与奥森同时授权才能激活 但奥森觉得还没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劝科马克稍加等待 或许会有奇迹出现 而能左右这场战局的 只剩双子格莱特 他一路追赶阿延来的天台 二人隔着水池相对而立 阿延脸上杀意弥漫 他将引爆气和炸弹背心丢进水中 决定用双手为爱人复仇 格莱特看出阿延的意图 带着不懈的笑容同样丢掉武器 四目相对下 空气仿佛被点燃 二人一言不发 迅速朝对方冲去 眨眼间便交手数招 阿延依靠愤怒加持 很快将格莱特打倒 拽着他的右腿翻过身体 可就在阿延以为战斗结束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他面前 格莱特竟睁开双眼 以一个诡异的姿势翻转起身 随着二人再度交手 格莱特仿佛化身一条灵巧毒蛇 将身体的柔韧性发挥到极致 各种刁钻的攻势 让阿延防不胜防 被一脚踹飞 格莱特带着宁小来到阿延身旁 抽刀就要夺取他的性命 却不料阿延用左手 生生挡下着致命一息 二人再度扭打起来 同时坠入水池 在翻滚的水化中不断挥刀 很快一切归于平静 格莱特浮出水面 似乎是这场厮杀的胜者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猛然发现炸弹背心被挂在身上 阿延右手高举引爆器 只听砰的一声 格莱特瞬间四分五裂 血肉横飞 这一幕让科马克彻底绝望 他发疯般虐杀奥森 把尸体推到机器前 随着二人的手同时按下 自毁装置正式启动 十分钟后 整座酒店将不复存在 同时所有门窗都向下铁板 确保任何人都无法离开 很快 温斯多二人成功抵达13层 却只看到奥森的尸体 卡戎作为科马克的助手 对次毁装置有所耳闻 他满脸绝望 明白已经回天乏术 但温斯顿却不这么认为 他通过监控看到科马克 出现在地底铁轨 决定放手一搏 争取最后的希望 眼下坐电梯已经来不及了 温斯顿钻进洗衣通道 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地底 他举起手枪 小心翼翼的四处查看 却被科马克从身后偷袭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二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不料科马克老当一撞 竟将温斯顿甩飞出去 占据上风的科马克 有些得意忘形 告诉温斯顿 兄弟俩小时候放的那场火 其实是自己下的命令 为的就是让他们背上人命 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力 话音未落 后方忽然传来脚步声 只见达西尔举着手枪缓缓走来 原来他刚才和乘坐电梯的科马克 擦身而过 明白对方就在这里 科马克将达西尔当成酒店杀手 告诉他悬赏取消 不必再追杀 达西尔没有回应 面无表情的扣动扳机 科马克顺势转身 发现温斯顿毫发无伤 就在他疑惑 达西尔的枪法 为什么这么差时 一股剧痛突然从腹部传来 科马克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才是他的目标 紧接着 达西尔又补一枪 彻底将科马克击杀 显然他听到了刚才那番话 达西尔已经明白 温斯顿兄弟俩只是工具 科马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既然大仇已爆 他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 达西尔丢掉手枪 转身向逐渐坍塌的隧道走去 自毁到极时仍在继续 很快只剩最后十秒 卡戎已经躲在桌子下 等待爆炸的到来 就在这时 温斯顿大不留心的回到密室 竟奇迹般的关闭自毁程序 原来他欺下科马克的右手 阻止了这场灾难 一切尘埃落定 活下来的众人齐聚酒店大堂 举杯庆祝这来迟不易的胜利 忽然一阵敲打声传来 温斯顿来到门外 发现裁决者的手下 将高拙标指钉在墙上 接着裁决者缓缓走下车 询问他是如何掀翻的科马克 温斯顿也不再隐瞒 说出计划的关键 原来弗兰奇将压壁机 藏在汽车后备箱 兄弟俩小事后 曾被母亲放在里面 所以他坚信 温斯顿一定会找到 温斯顿也很快想明白这一点 而有了压壁机 之后的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他制造大量金币 让梅奇的手下穿上西装 带着金币伪装成杀手 混入大陆酒店 打了一场出其不意的胜仗 这一招让裁决者连连称赞 但转眼 他便趾高气昂的示意 温斯顿离开大陆酒店 并强调 如果弗兰奇乖乖听话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这句话让温斯顿猛然醒悟 原来弗兰奇是听从裁决者的命令 去偷压壁机 面前这个女人 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他眼底逐渐浮现出杀意 一步步接近裁决者 突然把枪将其爆头 裁决者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 却只能带着一片血雾倒在地上 面罩掉落 露出他猙獰的嘴巴 一旁的男人还想动手 被温斯顿举一枪拦下 如今裁决者已死 他完全没有卖命的必要 温斯顿转身走进酒店 站在最高处俯瞰整个纽约 如同这座城市的王者 至于失去一名裁决者的高桌 会如何展开报复 那就是明天要考虑的事情了 大陆酒店是上映于2023年的动作剧集 经历了上一集的冗长叙事后 本期迎来彻彻底底的大爆发 所有角色在酒店里打成一团 动作戏多的让观众目不暇接 打得酣畅淋漓 热血沸腾 可以说是亮大管宝 最后主角团的成功为本季画上圆满句号 击杀裁决者也让观众对下一集充满期待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 这部衍生剧总体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哦 我是探长黑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